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 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 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致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遇到极大的困难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1942年党中央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通过推动大生产运动 推广合作社等一系列的措施 逐步走出了困境 那么今天的红色金融路 就让我们再次走进延安 回顾当年那段军民共同奋斗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的历史岁月 看到了宝塔山就知道 我已经来到了延安 党中央在陕北13年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就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 1939年抗日战争 逐步进入到了一个相持阶段 在1940年的冬天 国民党调集了几十万的部队 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 还有经济封锁 并且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步 进入到边区 正是在那样一个极端艰苦的 大背景之下 在1942年底 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 保障公寄的总方针 早在1939年2月 当困难刚入头的时候 中共中央就在延安 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 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 1941年为了克服 经济上的严重困难 党中央号召根据地的军民 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延安杨家岭 我们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同志 种过的菜地 这就是主席的种的菜 当然这个菜籍要比债大多了 主席开他要完生产任务了 一年他就要三百勤公粮了 我们当时有种关键 认为涂大涂洋 搞什么大工业 重工业 大盐业 毛泽东说我们闪不闪 干净便是在农业进去 说一说我们的经济发展 要以农业为助 说发展经济保障共济 其实就解决我们现在讲 你脱石就绪 这是农业生产为主 然后再搞工业 手工业 虚目业 然后再商业 各行各业都生产 中央领导人的率先锤饭 成为了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 从延安杨家岭 向东南驱车四十多公里 就是著名的南尼湾 1941年春天 八路军120师359旅开进这里 实行了军肯屯田 成为了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名震边区 沿着当年开荒屯田的路线 我们来到了麻洞川镇 金盆湾村 这里曾经是359旅旅部所在地 孙之书张所三 就是359旅的后人 他为我们讲述了 父辈亲历的南尼湾 大生产运动当中的巨变 经过战士们的共同努力 一年后359旅的吃粮问题 就得到了解决 并且渐渐开始有了余粮 听说359旅的粮库就在附近 在张所三的带领下 我们爬上了金盆湾村后的山坡 一排早已废弃的窑洞 出现在视野当中 这些全部档次都是库房 就是咱们的转粮食的库房 整个这边山 这边山 这边有大概有二三十个吧 因为它这个粮食 缝的种类笔一样 你别说 骨子小米 米子 刀米 刀骨 它这个一个腰都放一些 这是保持最完整的一个 它没到一个粮食 层面上来以后 就擦一个板 这个粮面上来以后 它再擦一个 再擦一个 最后就擦到上面 就进行了封场 从1941年开始到1944年底 经过三年的耕耘劳作 南尼湾粮食的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了26万多亩 当年收获的粮食 大约三万七千蛋 向陕甘宁边区政府 缴纳工粮约一万蛋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总方针 不仅仅体现在南尼湾 这样的由部队带头的 大生产当中 其实在整个边区 都有着各种尝试 比如说合作社的形式 就是要把农民 还有各行各业的群众 都调动起来 盘活经济 造福育民 而这其中的南区合作社 就因为它独特的经济 还有金融形式的探索 成为了其中的典范 1942年12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 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当中指出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是我们的经济工作 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同时对南区合作社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当时边区经济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它对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物资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 1943年3月 沿岸南区合作社 成立了一个新的分支机构 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 这是陕甘宁边区的 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不但向群众发放贷款 而且吸收群众的存款 利用群众手中的闲散资金 来解决群众自己的经济困难 南区合作社的这次金融上的改革和尝试很快收到了成果 根据1943年12月的解放日报报道 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成立之后 在当年的417宗借款当中 有320宗借款是用在农业生产上 购置牛 驴 农具等 而在它的成功经验的带动下 两年多的时间 严署分区一共发展了信用合作社35处 资金总额7.55亿元 对边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下 边区经过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扩大财政供给 解决了财政困难 通过大生产运动 边区实现了粮食 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的自己 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也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